隔壁車輛剛起步 事先望過去 駕駛怎麼會抱著小朋友 還讓小孩子的雙手扶著方向盤 目擊民眾看傻眼 但不只這樣 這台車開著開著 就忽然往右偏離車道 行車並不穩定 放大來看這位幼童 並沒有坐在安全座椅 身上也沒機安全帶 而副駕駛座 還有一名乘客也沒有置置 民眾目擊的地點 就在屏東內埔工業區附近 車流量並不少 萬一有什麼突發狀況 孩子首當其衝 恐怕變成了安全氣囊 兩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 把孩子抱在前座 不僅有危險疑慮 駕駛人也無法專心開車 注意路況 挨罰傷荷包事效 最怕是有骨萬一 來不及反應 後悔莫及 華視新聞新聞 萬一小心複雞也評論不到 哈囉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